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在這件事情上 這麼強烈的表態 我們可能有幾個部分要去注意 因為其實從這個疫情開始 世界衛生組織在 這個專業的事項上表現 一直不如預期 那我們也清楚的看到說 這個背後政治事宜的操作 凝教於它的專業之上 包括一開始 我們說的這種全球大流行的 這種警告沒有做到 包括現在 根據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個實證 的一個經驗跟文獻的一個報告 它在挑選可以緊急授權的疫苗上面 也有一些失失偏頗的問題 以及對一些貧窮國家的一個幫助 我們沒有看到實質的力量 這些情況造成現在全球的疫情 不斷的在蔓延 變種病毒也多 所以這個時候他急著去講說 他建議不要去混打 我覺得第一個 就動機上我們必須要保持一個指引 因為確實現在國際上有不少的研究 都正在進行 也告訴我們說初步的一個結果 覺得AZ疫苗加上MRNA 或者是說MRNA加上AZ 也都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目前就世衛組織的一個說法裡面 有幾個部分我們要去想的 一個他說建議安全性跟有效性都不確定 所以首席的科學家 這個斯瓦米娜坦說 那就不要混打 可是我們還講的是說 請問這樣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是直接在怎麼樣的根據上面 因為我們也發現說 現在他們通過的某些疫苗 其實也有所謂安全性跟有效性的問題 比方說科興跟國藥 比方說如果你對比 這個上海疫苗專家陶妮娜 跟中國CDC主任高福的說法 你就覺得說 那不是安全性有效性 有很大的問號嗎 那另外他還講說 有很多的機構都來詢問世衛組織說 到底可不可以混打 這個部分我們也打好幾個問號 因為各位知道 其實現在國際上 真的會去問世衛組織意見的人 老實說越來越少 當初去年 英國變種病毒剛剛出發的時候 所有的歐洲國家 急著趕快把邊境封鎖 當時世衛組織也還沒有說話 可是那時候國際上就弥漫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什麼事情都聽世衛組織的 那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詢問也是個問題 那另外他還提到說 這個關於目前的研究 他覺得只是少數的一些研究 並不是有很大的一個共識 可是所有研究不都是這樣嗎 一篇研究 兩篇研究 一個團隊 兩個團隊 慢慢把實證 慢慢把科學術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站在一個 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 那另外一個部分他說 如果現在這樣開放 第二劑第三劑混打的話 會造成更加的混亂 我們要問的是說 現在全世界有1.87億人染疫 有404萬人過世 各位 我們現在每日的確診有41.8萬 每日死亡有8467人 我要問的是說 還能更混亂嗎 所以現在每一個國家 依著它國內的一個狀況 疫情的狀況 研究的結果 去做適當的一個政策調整 包括疫苗的施打能否混打 我都覺得回到一個科學 回到一個實證 應該讓各個國家積極去研究 這個時候不需要發表太多 強烈性的一些言論 或是一些指責 另外一部分是說 我們要一個質問是說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在這件事情上 有沒有在幫某些疫苗護航 因為我們知道 每一個疫苗 它施打在不同的國家 有幾支疫苗我們剛剛講到 實證上有問題的像國藥跟科興 分別在35個國家 跟23個國家普遍施打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知道這些疫苗的 就不能去打其他國家的疫苗 不就跟現在很多國家政策 是相悖的嗎 我們知道包括說 我們看到這個巴林 我們看到這個智利 我們看到巴西 他們其實有在思考 包括泰國 打完科興打完國藥之後 現在能不能 其實不是補打 是能不能重打其他疫苗 重打因為保護太低了 對 但是在這樣言論之下 不就是跟他說的 不能混打會相汗格嗎 所以如果說其實世衛組織 如果專家要講這樣的話 他也許可以說 針對一些主流的研究 譬如說mRNA跟AZ 他覺得有沒有意見 那如果是對科興 他可以講具體一點嗎 對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具體的看 現在我們之前說 在今年的二月 其實英國就做了一個研究 那現在他在Lenset 他的預印板已經出來了 那發表出來的結果告訴我們說 如果把AZ疫苗 跟我們說的mRNA疫苗合作 一起混打的話 會產生什麼效果 各位我們知道說 AZ疫苗它本身它的作用 主要是在T cell的一個免疫 也就是說藉由T cell的一個技藝 讓我們的一個免疫功能加強 那麼mRNA著重在什麼 抗體的免疫 所以如果說現在的一個 初步的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把AZ跟我們說的這個輝瑞 mRNA裡面的輝瑞合併在一起的話 他發現它產生第一個 身體裡面的一個抗體 增加的數量會比單純 兩劑AZ來得高 也會比輝瑞再加AZ 混打的效果來得高 意思就是說 它Favor AZ之後加上我們說的輝瑞 那至於說德國最近 它代表是AZ加上莫德納 其實是相同的一個道理 那另外他也發現說 就體外的中和抗體效價的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如果你把AZ跟輝瑞一起打的話 它會比兩劑的AZ來得高 也會比輝瑞加AZ來得多 這是第二個研究 第三個他發現說 對於T細胞的一個活性的激發 他認為說 AZ加輝瑞比其他組合來得高 換言之 就Tcell的一個功能來看的話 AZ加輝瑞是最好的組合 整體上來說 他認為這樣的一個施打組合 會增加第一個 Tcell的一個免疫的記憶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抗體的一個激發也會發生 那他認為說 如果說假設能夠把這兩個混打的部分 變成是一個我們的 臨床上的一個執行的一個套裝的話 可以有效讓我們Tcell這個免疫 能夠更強化 所以有人會講說 那輝瑞研究能不能把它拓展成莫德納 我想全世界應該有其他的團隊在做這樣研究 但以目前來看 因為輝瑞跟莫德納 基本上他們是一樣的一個免疫的機制 所以料想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差異 可是我覺得回過來科學事實是說 我目的是希望讓全人類 都能得到一個健康的一個福祉 所以在這些研究上 我只要遵守一個安全性 要去把它確保 第二個就是人力的考量要去遵守 我想這樣的實驗或這樣的一個施打 是可以考慮的 那以目前來說 國內醫師公會全聯會 現在也都在研究困打的一個可能性 那就我們立場我們是認為說 因為疫苗得來不易 我們希望照顧病人第一線 最有可能碰到病毒的這些 我們說第一線醫療的戰士們 能夠有穿上最強韌的這種盔甲的機會 那如果說假設AZ加上莫德納或輝瑞 可以讓盔甲更強壯 我們就應該要努力去完成